這個我們產品經營他都需要去涉獵 所以我從這個工作裡面其實已經開始在訓練我去做一個整合規劃的一個角色 那我在3、4年前我在我的工作上我突然發現很有趣的一點 就是我是做Alban就是出國旅行的這一塊 那我就發現我有一天我在那個背包客棧上面 在找一間澳門的餐廳的一個介紹 然後那個背包客棧上面就突然有一個澳門的人就回了一個訊息 就說這間餐廳是你們觀光客吃的 不是我們澳門人吃的 然後這件事情給我一個很震撼的 就是說我們常常出去旅行你所搜尋到的大部分的資訊 其實全部都是觀光客的資訊 那個不代表的是在地人會去的資訊 然後後來我到在兩年前兩年半前的四月 我記得很清楚是四月的某一天晚上我在寧夏夜市買晚餐 然後就突然靈機一動 我應該要寫一個部落格來介紹我的家鄉 為什麼因為你現在看全台灣大部分99%的部落客 他所介紹的景點內容 不管是台灣或是國外他全部都是介紹他去哪邊玩 你幾乎沒有看到是有專門介紹他自己家鄉 所以我們就反其道的行為 我們是一開始寫一個部落格 來介紹我們自己的家鄉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方式 那透過這個部落格其實 我就發現到其實 因為我自己 其實我當初會念高中會念異類組織 我原本是想要念歷史系 所以我對歷史很有興趣 但是當指揮的過程 我覺得我應該去念氣管系 因為我更適合做規劃的事情 所以我就收集了很多歷史的資料 那我其實說 部落格這邊就 大家只要搜尋秋董 應該可以找到我的部落格 那我就發現其實大澳城有非常多的 不管是現在還存在 或者已經消失的 這些歷史的古蹟 還有很多的歷史事件 其實都是非常有趣的 像我剛剛找給大家看那張照片 190年那張大澳城碼頭照片 那是從一本這個台灣沒有的書 它是外文書 然後是有外國人他發行的 然後我們的網友在網路上分享給大家 找到這個資料 那我們才能知道說 當時的大澳城碼頭 比對那個當時的地圖 可以找到說這些建築 它是哪些建築 這是蠻有趣的一個事情 那這是我自己收集的Google Map 就是裡面有的是這個 已經存在 或是已經消失的這個大澳城的這個建築 像這張照片是 1926年蓋的台北橋 非常漂亮一座橋 我非常喜歡這座橋 可是它在1966年就被拆掉了 這個 相信很多人都有去過 這是永樂市場 跟現在的永樂市場 完完全全不一樣 那我們就會開始懷念 以前的永樂市場怎麼那麼漂亮 現在永樂市場真的很醜陋 這是日本時代的照片 那這一個呢 是一個 一個 大澳城那邊的一個戲院 以前是戲院的一個 部分的一個封面 叫做永樂座 它是當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文化重鎮 那但是它也被拆掉 然後完全沒有任何的 這個 完整的照片 就是它的 立面的一個部分 非常漂亮的一個歐式建築的風格 其實類似這樣的故事我們去發掘 那這是1930年的 古雪湖前輩畫家 所畫的南街陰鎮 把1930年代的大稻城 地畫街 那個時候叫做永樂町 的街景畫出來 那右下角這個廟呢 就是現在的城隍廟 我記得很多很多故事 就是這樣子慢慢去發掘出來 那除了 歷史故事以後 我們也發覺我們自己生活周遭的角落 有很多很多值得介紹的 像這個教堂 那隱藏在我們的財市場裡面 非常小的教堂 那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怎麼樣 我網路上也查不到 然後每次去的時候 這教堂裡面都沒有人 那我一直很想知道 它到底是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那邊是傳統美蘭人的部落 這個聚落 所以有一個教堂 其實它一定有它特殊的一個 時空背景 甚至我們大道成 我們還有年米廠 年米廠 現在還有在運作的年米廠 還有賣農具的店 這個是在我們在台北市生活 其實你很難想像 竟然會有這樣的店存在 這也是非常要分享 這是迪化街目前的這個 補頂 因為這個大道成的歷史故事 特定保留去計畫 讓這個房子能夠被整理下來 那後來我就 想說我們可以做什麼 除了這個部落格之外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結果我後來想 我有一天我就看 很多來大道成的 迪化街逛街逛逛客 他們其實是 不知道 他們只是逛 他們其實看這個房子 我相信他們一定看不懂 就有點無煞煞的這樣 然後我跟我的太太 她會 她是做英日文的口譯 然後想說 那我們來辦一個導覽 我們就帶這些日本人 逛這個迪化街 然後我們去年 五月開始辦 就是中文跟日文的導覽一起 所以我們的導覽是有 這個中文跟日文 那開始這個 開始我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開始 日本的媒體開始注意到我們 然後也給我們的一些報導 然後就開始有 慢慢有 越來越多日本 日本人來參加 那 這是上 呃 九月的時候 中間那個人是 伊恩萊特 伊恩萊特 他上個月 上上個月來台灣 對 九月 上個月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我們接待 團隊接待 那後來我就想 就想說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事情 因為 導覽它是一個比較單向的一個分享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那其實比較缺少一個體驗 所以我就想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有一個住宿的空間 讓 這個外國朋友 他們住到大道城這邊 體驗這裡的生活 這才是一個 一個我覺得 文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層面 尤其是在地人的生活 那我們就看到這一個 50年的舊公寓 那看起來平凡無奇 那我們改窗以後變這樣 這個只是客廳的部分 那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主要的 Business 就是旅行時光 這個民宿 那 我更喜歡就是 它的英文名字是 Vintage Travel and Hostel 我們雖然是一個 Hostel 但是我刻意把Travel 這個字加上去 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 不是只有住宿 而是希望你能夠體驗 這整個街區的一個生活 這樣子 那我們也很幸運 這個 我們開幕的那一天 香港的蘋果日報就來採訪 然後所以陸陸續續就 台灣 日本 中國 的 香港的很多媒體 都有來採訪過 所以其實我們的 這是我們去年12月開的 OK 那所以其實算是 就是剛剛 我忘記哪一位說 我們算是比較成功 但是其實我覺得我們只是 起步比較順利一點 不敢說成功 因為我們才剛開始 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還要努力 這是我們最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 帶我們的客人 去媽祖廟前面吃東西 中午的時候 因為只有中午才有 這裡是 全台北 所以唯一一個可以在 留點要吃東西的地方 現在在台北找不到 當然中南部還有 OK 這個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活動 就是 每年 城隆廟他們 城隆廟他們 城隆爺 但生日的前兩天 然後會 拍七爺八爺去夜巡 然後那台中間那個 那個 傘下面那個是 城隆爺的令牌 這是夜巡的一個畫面 所以我們會辦 類似這樣的 這個活動呢 其實是我們辦一個 夜巡的導覽 就跟著這個七爺八爺一起去暗訪 夜巡 然後瞭解這種暗訪夜巡的文化 好 那我 剛剛那個 阿松有講到 阿楓也講到一個市集 就是 雖然 我相信大部分 如果你對 大小城 有一點印象 對大小城有一點認識 你通常會講的是 年貨大街 買年貨的時候去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就是 我小時候是沒有年貨大街這件事情的 年貨大街是民國85年才有的活動 所以他並不是原本大小城原有的活動 那 那年貨大街 最後 現在已經變質料 就是說 其實在地人是非常討厭的 這個 右上角是 你來年貨大街的時候 其實這就是迪化街 如果把 右上角這張照片 放到全台北市任何一個地方 他都是可以成立的 大家瞭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你來到這裡逛了年貨大街 可是 你根本沒有機會去接觸到大稻城 你根本沒有辦法看到大稻城的房子 是什麼樣子 那這就是一個非常可惜的事情 而且告訴各位 年貨大街所有來擺攤的 全部都是外來的商家 沒有一家是在地的店家 所以你來這邊 你根本體驗不到大稻城 熟悉那天要收攤的就是垃圾一堆 就堆在路口 然後我們的旅行時光前面 擺攤的也不是賣什麼年貨 是炸油沖書的 早上10點給我炸到12點 整整炸了兩個禮拜 非常的痛苦 所以其實他對我們在地是一個很大的破壞 那所以我們就想 我們就用一個另外一個新的方式 我們辦了一個時光市集 OK 那在這個永樂市場前面 那裡面有一半是在地的店家 那還有我們邀約的一些文創的店家 這有個簡單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做一個紀錄 因為轉掌過那個畫質不是很好 大稻城最近這幾年已經變得不一樣 所以像很多你看到這些商家 其實都是最近這兩年在大稻城開的 那這是我們的那個 林柳星的偶戲館 這是稻谷 因為大家知道大稻城這個名字 由來就是賽稻谷的地方 所以我們特地找了稻谷 來放在廣場上面 讓想要恢復那個大稻城的意象 就是都是小朋友在玩 當那個小朋友 每天都來玩 居然 這是日本料理店 我們這邊三十幾年的老店 他們家族以前也是做茶葉的 然後後來茶行收掉以後 三十幾年前改做日本料理 都在街上 這麼多年 是大雲 我另外賞 就像舞陽 就像是大雲 那你 是在店 會想到 専門 所以其實透過這個活動的舉辦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個人就累積了更多的一個資源跟資訊 那我們算是活動還蠻成功的 所以我們11月份我們要再辦一次這個時光試騎 那我們嘗試用著這個大稻埕不同的空間去舉辦這個活動 這是在廣場辦 我們11月份的試騎叫做鼎阿卡的時光試騎 我們在騎遊辦 好就是我們辦一個尋寶遊戲 就是讓大家來到大稻埕 他除了逛這試騎外 他可以走出去認識大稻埕的這個街道 那我們也有安排一些音樂的表演 這個講話就是柯智豪 他是大稻埕在地人 他拿過兩座金曲獎 剛剛那個是他自己的樂團 這是一個外國人在台灣組的一個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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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表演說大家就會在廣場跳舞很開心 好我們就先看到這裡就好 OK 這就是那個賽道鼓的部分 都是小朋友在玩 好我們就設計一個拍照牆 然後上面擺的全部都是一些舊東西 那個格子裡面都是一些舊東西 這個大概是這個世界的狀況 樂團 表演的時候人人特別多 好 那這是我們下一次要辦的叫頂阿咖時光室 我前兩禮拜在那個 我Facebook上問 知道停止腳是什麼東西的舉手 就大部分 我的年齡層的人都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停止腳 可是剛剛這位大哥點頭如搗蒜 他就很清楚頂阿咖是什麼 因為頂阿咖在我自己小時候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記憶就是說 因為我家以前是開雜貨店幹嘛這樣 那我們都會把東西堆到那個頂阿咖在那邊賣 那我們小時候 小朋友的活動空間就是頂阿咖 我們都在頂阿咖上玩 就像這兩個小朋友 這是我們的鄰居的長輩 他們家的老照片 就是大家都在那邊玩 所以我們就想說 利用搭成不同的空間 去辦這個市集的活動 其實可以讓這個市集 它其實更有益 讓年輕人知道說什麼是頂阿咖 然後頂阿咖空間 在使用的時候 它其實是什麼樣貌 那我們這次市集會辦比較不一樣 就是除了賣東西之外 我們也有野台表演 那我們會有講座 我們找葉天倫是一個電影導演 那張家晴是蘑菇設計的老闆 莊家晴是台師大台文系的助理教授 柯子豪就是剛剛我們講的那個朋友 那除了這之外 我特地去找一些童玩 小時候大家會玩的東西 然後擺在那邊讓大家玩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台北人 都住在電地大樓裡面 你根本沒有機會去玩這些東西 像我們小時候自己會玩那個 坐竹筷槍啊 那邊射來射去打彈珠啊 按阿飄啊 這些東西 但是現在小孩 他不會玩這些東西了 所以我們希望放這些東西 讓大家可以去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體驗 那我們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也會我們有辦一個大道成在地青年活動 因為我知道我在做的這些事情 某些程度上是在消費大道成這個地方 那我自己又是在地人 那我覺得是說 我們應該要做 在地的年輕人應該要出來 一起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去讓大家看 第一個是聽到在地的聲音 第二個是真正看到大道成這個地方 因為很多我接過這一年多來 接受很多媒體的採訪 他們要我帶他們去的 大部分都是文創的咖啡館 然後文創的商店 那很少人會叫我帶他去逛什麼老店 然後逛什麼小店 其實這些很少 所以我們希望用在地年輕人的力量 然後去辦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然後介紹給大家 也是11月會辦 然後會用一個街頭遊戲的方式 尋報遊戲 然後有帶一些青年會帶大家去 這個在大道成這邊走走跳跳 那這是以上我目前做的事情 那我這些前面的分享 都是比較情感面的分享 然後我們又回到那個 比較理性的去分析我們所做的事情 因為我今天的場合是創業 那我自己個人是這樣 就是覺得創業大概是 三個東西的組成 一個是個人或是你團隊的一個特質 性格或是你的專長 那另外一個是市場機會 另外一個是有型無型的資產 那其實這些設善的東西 裡面裡面最重要的 其實是第三個 是有型跟無型的資產 對 雖然那個郭台銘兒子 絕對不會來做我這件事情 對 這是一樣的意思 因為他不需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會比較針對前面兩個來講 那這是我們目前團隊的組成 就我 我雖然是比較核心的一個規劃的角色 那我過去的工作經歷是 對我現在是有很大影響 我在當合唱團的指揮團長 做的都是規劃的事情 他當旅行社的產品經理也都是做規劃的事情 所以我是做這個 我的專長是做組織規劃 那 那我 我是那個 無可救藥樂觀的牡羊座 OK 就是過度樂觀 就是有時候我想到一個點子 然後覺得 可以做 那我們就會想去做 所以當我們上次給大家看到的這些 是我們做出來還有一點懲戒 而且實際上前面還有很多我們做失敗 或者是沒有做的事情 或是還沒有做的事情 OK 那這是我的部分 那弘醫是我太太 她在站場是溝通 她之前都是做這個日商主管的翻譯 那她會英文專業的口譯 那在做口譯的時候 她其實是 她必須要把這個台灣人講的話 翻譯成日本人聽得懂的話 那個不是語文能力的問題 那個是理解能力 那個溝通能力的問題 所以她在溝通這一塊是非常擅長 像今天下午我們有 這個東京海洋大學兩位教授來參觀 他們在準備明年會在台北 有這個 他們的研習生來台灣 那我太太就跟她 介紹我們這邊分析完了以後 住在這邊有什麼樣的幫助 所以她明年會派四個學生來 我們的旅行時光 各住兩個禮拜 然後甚至希望能夠參與我們的在地的活動 這樣我們就跟一個 日本就有一個直接的一個鏈結關係 那蘇格斯維爾 這個也是我們大學的學妹 那她擅長的就是公關企劃的部分 因為是她過去的網路工作 那她自己對韓語非常有興趣 她會接一些簡單的韓語 那魏婷是我們的聊天部長 就是她以前在說過飯店櫃台 大家如果注意看我們的 Facebook的粉絲團的時候 聊天部長常常會出現 因為聊天部長的工作就是負責跟客人聊天 拔軟 培養感情 對 所以當跟客人有一個清聚的感情的時候 他就會對你的服務是有信任 他就會想要繼續介紹你的這個小小的旅店 所以我們其實 客人有一大部分 除了媒體的關係 其實有一部分就是 老客人介紹客人這樣子 個人團隊這部分 那市場機會其實是 這個是我整理過之後 我們覺得我們在做的事情的一個市場機會 第一個 現在的大部分的台灣人 留在台灣工作的 大家都在想要了解認識什麼是台灣文化 老屋保存的這個是 風氣非常盛行 然後開始大家去注重生活品質 那第二個部分是 大高城立福池 崩茂特定保育的計畫 25年前 迪化街原本是整條街要拆掉 都寬成20公尺的馬路 那後來因為這個計畫的關係 當然很多前人的努力 因為這個計畫關係 把這些老房子保留下來 那更重點是 這個原有的產業的特色 原有的中藥 部航 這個南北貨這些商店的 這個產業的特色 有繼續保留下來 所以它其實是台灣保存最完整的 這個閩南商馬文化的捷群 為什麼會這樣說 大家去想 一府二陸三猛獎 一府是台南府 當然它還是有保留一些舊 但是已經不是 當時清朝明朝的時候那個樣貌 而且它比較分散 陸港 當然它已經沒落已久 猛獎 也很可惜 它也是分散的太開 大道城是全台灣唯一一個 有保存完整的聚落 我所謂的聚落不是只有房子 而是有產業 還有人 這個才是重點 那還有其他台灣很多的老街 比如說九份老街 淡水老街 很多很多老街 其實他們都只剩下空殼 沒有那些文化的 在地文化的特色 我每次講到九份 我要講一個笑話 五月我們有一個客人 他是馬來西亞的年輕的男生 二十幾歲 那有一天他問我說 他要去九份 那我通常客人講說要去九份 我就會極力阻止他 這樣 那我就說你不要去不要去 那邊沒什麼好玩 這樣子 他說不行 他姊姊叫他去九份 一定要買一個手信 那我忘記是什麼東西了 他說只有九份買得到 所以他一定要去九份 要不然沒辦法對姊姊交代 我說好 那也沒辦法 然後隔兩天他要check out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你有沒有去九份 他說我後來沒有去九份了 因為我在淡水就買到了 就是過度的商業化開發的時候 你已經破壞了那個老街原有的樣貌 所以他其實 那個大道城就是大道城珍貴的地方 那當然台北市政府在 不管各局處 文化局 觀光局 都更處 我們今年拿到文化局 觀光局 還有都更處的活動的補助 大家都是因為我們願意在這邊 在地基金所投入 那另外一個就是 當然是政府整體的一個很重要的計畫 是推動外國人來台灣觀光 這是我們看到的一些市場的一個機會 那資源面就 這些是我最缺乏的部分 但是我唯一最擅長的資源 其實是第一個 就是我自己是大道城在地 我對大道城熟悉 非常有說服力 作為一個宣傳者 或是我不敢講代言人 就是說我們這樣子的角色 其實很 我們說出來 我們的介紹其實是很有說服力的 好 那 做這樣子一個思考之後 我們大概做了一個核心競爭力的圖 就有一次分享的時候有一個人就問我問題說 做市集做導覽跟開民宿 這三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能力 可是我其實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我重新整理後發現應該是 是應該做這樣子的一個要項 就是我們的核心的價值就是大道城跟外語能力 我剛剛有給大家看我們的團隊 大家的外語能力都很好 除了我之外我只會講中文跟台語 那其他人他們外語能力都很好 這是我們的核心的一個能力 那我們這個只要抓住這個核心的能力之後 其實我們一些相關的事情其實我們都可以做 那外語當然其實我們比較強化的一個 強調的部分 那市集它其實是一個我們的 透過活動去累積我們能量的一個過程 那旅行時光是讓我們被大家所看到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亮點 那在地啟動是我自己想要的一個回饋 因為我不希望大道城這邊 因為我們在做這些推廣的時候 反而讓原有的在地的生活 在地的這些文化 或是這些老店 甚至我們的鄰居被趕走 因為最近最慘痛的經驗就是四大夜市 它在一個非常短的時間突然爆發開來 在地的居民來不及去做任何因應 所以造成很大的衝突 所以我希望我們用一個在地人的觀點 去做一個平衡 然後讓觀光開發跟在地的這個保存 它能夠有一個平衡 那資訊中心是我們大概在12月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店面 那它就會變成是大道城一個資訊東西 就是說如果你外國朋友 你想要認識大道城的話 你可以先來到我們這裡 我們願意幫你介紹 讓你了解認識這個地方 好最後就是在宣傳一下我們兩個的活動 11月16號17號 鼎阿咖的時光事情 不知道鼎阿咖是什麼的朋友 請你務必要來體驗一下 那23號大道城今年在地行動 我們是用街頭遊戲的方式 帶大家認識大道城 大道城絕對不是只有中藥南北或布行 也絕對不是只有老房子 我們還有很可愛的鄰居 我們還有很可愛的這個燈籠店的阿嬤 我們還有百年的糕餅店 我們還有農具行 我們還有煙米廠 很多很多的面向 其實都很很有趣 那也就是在台北的人 你沒有辦法看到的這個一個景象 OK 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謝謝 謝謝